人甘的配件,其中一是戳板,你有見過嗎? 之前也給大家介紹過其他款式的戳板 但是人甘的戳板它真的不一樣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,它一邊是較為細膩的顆粒 另外一邊就較為粗一點的顆粒 這有什麼區別呢? 首先如果你是要打磨比較多的情況下 你肯定是要用這一層比較厚的情況下 你才可以把皮頭有效的打磨多一點 但是到精修的時候,你就必須要用細的這一頭來做 當然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去磨弧度的情況 你也可以用這個小孔,只要放上去稍微做一個修整 它的皮頭的自然弧形就會出來了 當然我們也知道,人甘的前肢有非常多種到目前為止 所以每一個它的孔都是相對應可以去適合你的仙腳的大小 皮頭的大小 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皮頭的弧度 如果你是習慣打加賽的情況下 你也可以稍微修的遠一點 如果你是以準度為主,你就可以不用那麼的遠了 當然有一把皮頭的修理器真的是對每一個打球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當然也放在我們的配件年終福袋大禮包裡面 明天就要抽獎了 還沒有參與活動的趕緊喔 不要跟人甘訓練擦肩而過囉 粉絲朋友們,想要和我跟人哥深度連接的 趕緊加入我們的人甘粉絲群喔